有没有那种一看就很乖 没有什么新颜的狗狗啊 小太郎也行 我不是那个偷家杀的 嘿 熊 精 知道了不 今天又是娘撒听话的一天 全要归功于这个牛肉罐头 这个牛肉罐头 我家小汪汪表示都爱吃 可以拌狗粮 可以直接吃 年前给家里毛孩子囤点吧 我丑话说在前面 我是免疫的 但我不会做四菜一汤 你实在饿的话可以吃点狗粮 但不准开我的罐罐 天啊 五只狗的对视 真的好有爱啊 こんにちは さようなら 自然声明一下 你可以叫我烟熏火燎 瓦美的 或者狼外婆 再不行叫我叫太郎也行 我不是那个偷家杀的 嘿 熊 精 知道了不 为了防娘撒猜家 他们经常吃的磨牙棒到了 外面是又赶 里面是牛皮 磨牙又解餐 这一大根得啃小半舔 这不比啃拖鞋相多了 还能当个互动小玩具 现在有活动赶紧囤点吧 今天我决定给你们娘撒 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会议的精神传达的就是 我要怎么告诉他们 出不去的这几天 家里就剩这点凉了 过年摸狗头万事不用愁 过年摸狗嘴顺风又顺水 过年摸狗被大富又大贵 快看看五二脚呀 有点干吧 好嘞我看看 在野时里光地弹 送你一副耳环 恭喜你 刷到好运小旺旺了 过完最后一个糟糕月 明年顺风顺水顺财神 回复谢谢旺旺 事先声明一下 这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娘撒 你们更喜欢哪一位的颜值呢 关于一千两百多万人 看麻团的由来 其中有五点四万人 都认为他长得烟熏糊了 然后又有一点三万人 觉得他一脸清澈的愚蠢 天呀你们简直无敌了 这哪是清澈的愚蠢呢 这不纯纯的呆萌吗 另外我想弱弱地问一句 评论区的各位大神们 这个耶斯莫拉是什么意思 我到现在也没搞懂 不是说这个病毒很仗义吗 家里总会留一个干活的 我们家留的是他 不知道这位兄弟能干点啥 四菜一汤可以吗 这几天就靠你了 你们的毛孩子会不喜欢梳毛吗 我家几只毛孩子 每次梳毛的时候都特别的老实 如果你家毛孩子每次梳毛都很抗拒 那一定是你的梳子没有选对 这款梳子不扎手 质地很软 它还是一款干湿良用的梳子 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它 如果说哪个犬种最黏人 那一定不要小看了这只阿拉萨 简直就是只根屁虫 麻团是单刀直入的类型 对于喜欢的表达非常的直接 它就是那种24小时会黏在你身边 哪怕你悠闲的放松一下心情 它也是主动过来贴贴型的 为了等着我哄完宝宝睡觉 它会一直在床边待到后半夜 快去睡吧 出门更是贴身的保镖 从来不会离我超过一米之远 每天早上会在桌子旁边给我占位置 等着我起来吃早餐 这个粘人的大憨憨 怎么会让人不喜欢呢